第五人格当啦啦队员和电车哥哥赛跑会发生什么 第一段赛道 嗨小伙伴们好 我是刘盈希希 第一段赛道 双方势均力敌 电车哥哥差点追到 第二段赛道 第二段赛道电车哥哥奋起直追 速度加快 双方距离逐渐拉近 啦啦队员加油 电车哥哥要追上了 第三段赛道 这一段路程电车跑得很慢 啦啦队员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 第四段赛道 这一段赛道电车哥哥速度超快 啦啦队员完败 所以告诉我们实战中要小心第四段的电车 速度非常快 容易被撞到 第二圈开始 第一段赛道 这一段路电车算是慢跑阶段 啦啦队员不用太过担心 保持呼吸平稳即可通过 第二圈第二段赛道 这一段电车哥哥开始冲刺 想要不被追到 只有先拉开足够的距离 你在对战中最怕哪一段赛道的电车哥哥 这一段啦啦队员获胜 第二圈第三段赛道 这个时候双方都已经体力不支 进入全程最慢的阶段 也是全程最短的赛道 最后一段赛道 由于第一圈被追上 啦啦队员学聪明了 提前拉开距离 不过没用 这段的电车哥哥犹如火箭 没有人能逃得过 总结 啦啦队员胜五场 电车哥哥胜三场 啦啦队员获胜 我是刘盈欣欣欣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谢谢